好,介紹完抒情歌之後 我們要繼續來就是介紹這首快歌 那我們在介紹這首快歌之前 我們還要再回到上一張專輯 其實在上一張專輯當中呢 也有類似的這首快歌 比如說就是名字也重複 然後呢 也很適合在KTV 或者是在校園做一些演唱啊 或者是一些大型活動的時候 潮熱氣氛 東區東區 那其實這張專輯 也延續了831的上一段專輯的特色 這首歌就叫做 有勒有勒 來介紹一下吧 對,因為其實 那時候其實覺得蠻有趣 就是東區東區創造了一個 呃 台灣流行音樂市場上 KTV的奇蹟 對,然後流行音樂市場上沒有 沒有做過這樣子有趣的事情 那其實 呃 那後來會做這首有了有了是因為 我們其實每次在表演的時候 都會這樣子去帶氣氛 然後呃 那就覺得 欸 為什麼不趕就把它寫成一首歌 嗯 好了這樣子 然後 就慢慢的衍生出了這首歌 但是其他跟東區東區還是差的蠻多的就是 就是 他有一種 呃 好好的去釋放自己一下 沒錯 沒錯 然後 是 那 如果 你 你 不 我 有 沒有 沒 我